歡迎回來如實戰記HCT台中戰 我是今天的主播Eason 我是三名之久 我還想再介紹你一次 你今天 沒有沒有 我自己介紹我自己就好 然後我們把話回到這個對戰組合上 我們下一輪的比賽是由PandaSky PandaSky對上Copper 他是這個韓國的戰隊 DAC戰隊 DAC戰隊裡面比較 大家比較廣為人質應該是G Young G Young 還有那個目前的積分第一 那個名字比較長我不太會唸 就是他現在積分高薛熙一分 對就僅僅一分 僅僅一分 但已經很厲害了 薛熙已經很厲害了 他還高那麼一分 因為其實現在說一下 因為最主要是他之前泰國大賽拿過亞軍 對 然後直接拿了大概四十分 OK 那麼兩邊的牌分別是 術聖戰德以及烈術賊喪 是那其實DACCover這裡帶的比較偏反控啦 是 是 我非常高興 我非常高興 因為我第一次贏了 因為我第一次贏了 但我贏了 所有的遊戲 所以我 很高興 我想認識Sky 因為他 因為他 最終 他是在網路上 所以我跟他對他對他 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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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街頭8位 在亞洲的玩家 所以我會比他更高 在這個玩家 好 回到我們剛剛有討論一下 他們兩邊的四副套牌 我剛剛其實還蠻想聊這段訪問 好 你說 就是剛剛那個DACCup 他全程用英文 我還蠻意外的 這有什麼難的嗎 這很簡單是嗎 我們國評也做得到 是這樣子比喻的 有什麼難的嗎 沒什麼難的 然後他還訪問說 他最想要對到的是SEIKO 然後我在想 他說因為他奧克蘭戰沒有晉級 你說誰奧克蘭 SEIKO的奧克蘭戰沒有晉級 所以想對上他 對 想對上他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概念 就像有人也會說你不努力一樣 但其實你很努力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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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對 而且對齁你也是什麼 反至久大連鋒之一 你怎麼講出來 只要我們下面那個 香港分部的總部長怎麼辦 這有點尷尬 好 我們先回到牌組這邊 那麼我比較想跟志友聊一下的是這個 Copper他帶了奇奇賊賊 就是你一開始就一直在講說 你覺得在現在這個環境來說 算還不錯的套牌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 雞跑賊 他是帶雞跑賊 他是帶雞跑賊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雞跑賊 因為我覺得奇奇賊賊的系統 現在的奇奇賊賊有點太偏中速了 三費暴徒 四費蜘蛛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節奏 因為這個節奏其實偏中速 沒有這樣的節奏其實偏難打 所以我會比較不喜歡奇奇賊賊 我在想DSC Copper 他的牌組有盛騎士嗎 他是不是兩邊錯反了 他兩邊反了嗎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 只是反的 不知道是我們手上的還是 而且長相好像也反了是不是 反了吧 就是整個Key錯 Key反了 OK 所以不是我們這邊也反了 對 好 那聊天室不要罵我們 不是我們的錯 那我們繼續講下去 就是其實 吉跑賊打到一些偏中速快攻 會比較好打 那再打一些控制 比較偏控制類型的牌組 就會稍嫌弱一點 畢竟你家機生其實 抽的會比較多 對 因為你家機生一下來 基本上都是三四五張奇跳 對 等於說你綠到蜘蛛會比較容易 可是你像吉跑賊來說的話 你反而是沒辦法綠那麼多 你平均就是穩定綠四張 吉跑有一個比較死的地方 是他的準備基本上要扣給吉跑 是 那相對來說 我覺得家機生賊有一個比較 家機生就是奇奇賊 有一個我比較 覺得現在 因為我覺得現在環境很難用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你三倍的暴徒 四倍的蜘蛛 有時候你要去保這些生物 有時候你的被刺 或者是你的 可能準備剔骨 準備悶棍 你就早早的要繳在場面上 你必須要保這些生物 那你的家機生其實有時候綠抽會有點少 所以 可是這其實看你要打什麼 在比賽上 所以也沒辦法這樣判定 那這個他的吉跑賊 他放了一張這個 六費的 這個我不知道 毛罐 我們都通生毛罐 因為我一個朋友 一直叫他什麼怪獸電影公司 我不知道是什麼公司 但是就是毛罐 那這個的效益是打 主要是要打聖 不是聖 是德 最主要是打散播瘟疫 OKOK 打散播瘟疫 那因為德魯伊散播瘟疫下來 其實賊會很難應付 了解 通常你要去應付的話 都是一定要加什麼 刀扇 加法多雷 諸行者 蜘蛛 才有機會換掉 那像現在如果你有毛怪 其實你換掉的機會就很高 所以像是我們剛剛也有看到 撒旦將領 他其實三套牌都帶了毛怪 是 他也是想要針對德魯伊 那如果像是如果我們要 德魯伊要反制這一套毛怪的話 通常就是什麼 我6加4 OKOKOK 就是一波一波combo 我再打出來 是 我們看到 Pet Pet Sky 是 那我其實可以聊到就是 急跑賊跟佳激生賊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 打術士 像是偶術士跟 笑斗煞 最主要是這兩套 這兩套其實我覺得奇蹟賊 非常的好打 就是這種真的是控制型的東西 呃 相對中速嗎 怎麼講 就是相對比較後期 相對比較後期 對 因為奇蹟賊我覺得打控制打中速都好打 是 但他的問題就是 他打中速只要有悶棍就可以斷截的時候 那打控制不用講了嘛 那但是他打快攻問題就是很明顯 嗯 就等於說我前面一定要大範 對 那反正雞炮賊會比較上 相對彈性一點 是 好 先說完到賊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佩特斯蓋的這副德魯伊 他的揮擊只放一張 他揮擊只放一張 這我很驚訝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揮擊可以只放一張 其實我比較驚訝的點是說 他的帶牌非常的有趣 他讓我看到了奇數勝 啊 不是奇數戰 奇數戰 奇數戰 而且是奇數嘲諷戰 對奇數嘲諷戰 我非常非常的意外 因為說實在的 之前在這個版本剛改動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很多奇數戰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還蠻多奇數戰 應該是這個版本剛推出的時候 剛發售的時候 剛預購完差不多那個時候 那時候很多奇數戰 對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警衣嘛 對然後後來過不久 就有出現奇數嘲諷戰 可是其實只出現一下下 因為後來大家發現 真正的嘲諷戰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這種奇數嘲諷戰其實 你雖然說 我多4點護甲 可是你最後 還是奇數嘲諷戰 兩個混在一起 就把兩邊的優勢就殺掉了 對 你等於說你的護甲 你前面要疊幹嘛 你最後還是要變成 對 射把敵吧 因為我這樣講 奇數戰他的補牌能力不好 那如果你奇數要留這個任務 你是不是少了一張牌 那你說 任務戰的話 任務戰好用的是 他的一些街場牌 但是你今天改成奇數 你就沒辦法用這些了 所以我會比較不推薦 奇數任務的原因是 他會抹殺彼此的優點 那但是他打到這邊 一定有他的 這部牌是有他的優點戰 那這裡其實 直接去做滋補 我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畢竟你等一下 你就可以去做四倍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我這裡可以先打一張法術石 雖然說你可能會稍微有點虧 不虧不虧 能解掉暴毒都不虧 最主要就是 你可能後面會稍顯虧一點 就是虧這個水晶 然後結縱上 可能會打得比較不舒服一點 只是通常這個對局 其實賊開滿大的 只要德魯伊不要太誇張 因為德魯伊有時候可能 我秀一個 24509 賊又走了 我這手牌好耶 這邊可以節奏打滿 然後 不過 沒有這就是四加掌 對四加掌 可是我是覺得法術石不用打 你覺得法術石不用打 最主要就是 老實說我還覺得成長可以不用打 我確定哪個不要打 因為四一定要打 對 成長你不打嗎 因為我想說這個地方我解場 的確你可以法術石不打 因為有龍嘛 下一回合綁龍 我覺得法術石可以不打 你覺得法術可以不打 最主要是法術石這個可以解四血的 甚至說有機會解到六血 成長還是要打 因為下一回合要龍 再下一回合是瘟疫 而且你看你這個 下一回合還可以搭 飛龍 然後法術石是六血 我覺得這張法術石 成長也要打 這樣也不會爆牌 對 我覺得這張法術石可以不打 那這裡的話 喔這裡其實 其實我在想要不要直接做冒險車 嗯 因為這裡其實可以考慮就是悶回去 就是直接把它悶回去 就是三加悶 然後加一 或是說 如果你要養更大就是加被刺 對 就三加零加一加二 可是被刺的原因是 因為你對方這樣留你 你也知道 你要被刺想一下 因為你也知道對方有飛龍了 對方會這樣留你 肯定有飛龍 是嗎 我覺得不一定 你覺得不一定 對我覺得不一定 不一定的點在什麼 你怎麼知道 你覺得有可能是空整長 空整長 沒有他可能解不掉 對吧 解不掉也有可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可以考慮 那如果你要打我就是 法多雷 法多雷天生技巧好了 然後我下回再把 考慮再把他養更大 我自己會傾向劉備次 其實先不說飛龍 因為的確像自己有講的 飛龍的確是不一定 但酒費至少是德魯伊的生物點 對就是譬如說像是 924嘛 育龍者 然後再來是說 可能是942太困擾 都有機會 但我的確跟自有想一樣 這邊剛剛那一回合 我會傾向養冒險者 因為下一回合 剛好說過就是 9tern是德魯伊的生物點 那他最有效益的 就是打一隻酒費生物 那同時也代表他只能打一隻生物 這個時間點是最好養任務 養這個冒險者 那這裡的話 其實我會比較傾向下蜘蛛 裸下嗎 我會裸下蜘蛛 因為蜘蛛最主要是已經在手上了 然後你會想說趕快讓牠死 然後你手上剛好又有一張烏翼 下尾也是打死 因為場上這4滴 不痛不癢 你不吃這4滴 畢竟你還是蠻血 而且你這裡不先讓蜘蛛自殺的話 後面會很難打 找不到十七點讓牠自殺 這邊想要打一個 因為你這裡打法術石拿來 你再去打一張飛龍 其實也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節奏有點怪 如果你這樣打的話 我可能傾向 要不要直接打一張飛龍就好了 這個地方會覺得節奏怪的應該是 因為你上回合原本是誰 法術石留著嘛 對對對 然後你導致這一回合 其實就感覺有點怪怪的 等於說我是覺得說 那你要這樣打 其實上回合就可以考慮打法術石啦 只是我在想說牠是怕爆牌嗎 怕爆牌 對啊 結果可能考慮到爆牌這件事吧 畢竟我下回合就綁定中級瘟疫 綁定中級瘟疫 那這裡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開始養冒險者啦 不然再不養 這邊冒險者可以養到 可以養蠻大的 但一定要養到五以上 一定要養到五以上 因為通常啦 如果你 你這裡不去做蜘蛛的話 蜘蛛後來就是要綁定說 我要給自然化 因為你後面100% 沒有任何時間可以下注 那這裡中溫吧 一定中溫 只是我在想要砸66還砸32 我比較想砸66 因為我會想要去解掉66啦 老師我不太喜歡賊上一回合的打法 我會比較傾向把 可能把生物悶走啊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做一個結論物 因為這個節奏 只要想到對方是中溫的話 他只要一打 你是打不回來的 你不做冒險者 你基本上打不回來 沒有我比較意外的是 如果假設他沒進大範的話 對對對 因為他大範也是進的嘛 所以我不太懂 因為 你還是打大範了 代表說你覺得養生物是個對的打法 沒有我已經說他如果沒有進大範的話 其實這裡會比較尷尬 對啊 只是他可能考慮說 他想要找暗殺話吧 就是如果是暗殺話 對就是如果是暗殺話的話 他應該也可以接受 這邊應該怎麼打 這裡其實就很尷尬了 因為 這裡再不養 是不是沒得養 因為你 你這個冒險者好像沒辦法養到一個 應該說這裡不會想要去養冒險者了啦 Size養不大嗎 不是Size養不大問題 是你看到對方抽那麼多張 你會想要自然化 最主要是自然化啦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同時 大範跟那個冒險者在場的一個優勢 因為我這裡會比較傾向是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 抽 抽蜘蛛之類的 OK 那他這裡選的是直接打 都打頭嗎 都打頭 可是這裡就比較好解啦 對 稍嫌可惜的 所以才會剛剛 剛剛覺得說 能擋到5的話會更好 那這裡剛好是 揮擊 憤怒 436 一個完美解 全解吧 全解 解得還蠻舒服的 而且當你看到這大範冒險者 連兩張暴徒都沒了 其實德魯英應該就沒什麼壓力了 對 等於說就只剩下接下來的法多蕾了 是 那種賊 賊對於 像我剛剛提到的賊對於終極瘟疫太沒有抗性了 對於太沒有抗性了 包含你剛剛有提到的散播瘟疫也是這兩張瘟疫系列牌對賊來說傷害太大 好 好 那這裡 我在想他有可能抽牌嗎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必要 沒什麼必要吧 走牌很好 走牌很好 有啦 就是唯一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想要去抽自然化碼 OK 等一下去自殺蜘蛛 唯一的點就是這個 好 好 那我們這裡試試試在 小我 有點晚 有點晚 那我們看有沒有機會 USB 喔 一隻 一隻 沒了 等一下有機會全部蹦出來 全部蹦出來 全部蹦到燙裡 全部蹦出來好像也還沒 也還沒贏啦 也還沒贏啦 可是等一下 佩斯蓋這裡就是要去找自然化 就基本上在騎一隻的裡面 蜘蛛我認為不是一個主要的獲勝手段 他就是一個輔助你 提供你的勝利更靠近那麼一點點 是嗎 我怎麼看到我的對手都是一插下去就有了 插什麼 插蜘蛛 我說蜘蛛 插蜘蛛下去就會蹦出來 對就會蹦出來一張 那你為什麼你場面不夠強 他四飛丟下去五飛就蹦一隻 這樣 那我一個朋友也說過一句話嗎 怎麼了 你不夠努力 OK 你不夠努力 這裡我比較險要去抽 就是滋補先抽 不是滋補啦 成長先抽 裡面不是沒東西嗎 還是 還有一張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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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張吧 因為我記得他是膠油放 他有點 比較偏向是什麼 看塊類型的 他放了兩膠油 反正這裡一定是要去抽牌 因為就是要找自然化 因為其實他 像滋裕剛有提到 他這一副 德魯伊整個都偏小 他的龍 甚至只有原始飛龍 他沒放到艾困龍 其實整個偏小 放偏小有偏小的道理 因為你比大 你又打不贏大大的 對 可是其實 如果你真的想要看塊 那我幹嘛不帶 藍龍德 藍龍德 對 要嘛是他可能 不會玩藍龍德 應該是沒有數字吧 沒有數字 沒有數字 對沒有數字 好 所以他是 沒有辦法出資 是嗎 你是不是在笑人家 我沒有笑人家 我問問 可能真的沒辦法 像我也沒有預購 你沒有預購 對我沒有預購 那恭喜你了 那真是恭喜你了 好 那我們這裡 抽四張 嗯 兩隻 沒了 三隻 三隻 好 沒了 這邊比較可惜 是這個 這個連噴太慢了 因為其實 我們看到PenSky 他只剩下七張牌 牌柱只剩下七張牌 隨時都有抽到 散播瘟疫的可能 散播瘟疫 呃 他是那個 他超夢的 sorry 那這裡 自然的話 應該就走了 只是我沒有算大概幾隻啦 應該是雙交友 雙436 跟一張 雙交友 雙436 一張 原始飛龍 沒有原始飛龍 他悶回去 對應該雙交友 雙436 其實也沒什麼差 那反正我下一回 我再打3加5 交友直接扛住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是這個嘲諷德 在牌組上改得太小了 你說為什麼他打得比較優勢嗎 嗯 他的怎麼講 會不會是因為沒有愛困龍 這種高血量的東西 讓對方 在怪怪上壓力不大 因為其實我看到 呃 在奇奇者這邊 他在前期 呃 的解牌上 就一張緩解的悶棍 他甚至沒有抽到暗殺花嘛 嗯 我覺得最主要是 在這個對局 DAC Cup這裡 他前期沒有 蜘蛛啦 嗯 法多雷其實差很多 他前期太被動了 他前期就只有一隻 那個暴徒而已 OK 所以其實 也不能怪他啦 就禁牌沒有非常的好 甚至說你前期兩隻大半 對德魯伊來講 都還蠻難解的 因為如果自然化打掉之後 其實德魯伊這方 就只能靠自殺 就是你只能靠你的937去自殺 不能靠自然化去自殺 其實差很多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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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啥問題吧 我覺得燒險太慢啦 就是他冷血好像可以 你說直接灌一波傷害 好像可以灌傷害 但我覺得在血量上 斬殺線上應該是沒什麼差別吧 沒有 換怪啦 就譬如說他可能再打一張 好像也是沒什麼差 因為其實你場面夠強 剛剛那個連噴 只是這咬下去好像就要走了 這幾隻騎也很煩耶 就算很小 因為主要是嘲諷者裡面再小的生物 他的嘲諷血量都是無血嘛 那騎騎賊像我們看到的就是 基本上三攻四攻在跳 騎騎賊急跑賊啦 基本上是三攻四攻在跳 你要解其實很麻煩 像志久一開始有提到 除非你有一張刀扇 不然其實你很難去做群撿 其實佩特斯蓋這裡帶的牌 真的還蠻特別 他還帶了控制速 是的 的確蠻特別 然後他四套牌就是 雖然說四套 很像是要反快的牌組 可是又帶了一套基速聲 對 他又帶了一套基速聲 因為其實他這樣帶 我不會很意外的點就是說 有些人會把基速聲定義在反快 就像你會想 考慮說帶Token的 也是一套反快牌組 是 對 因為其實像是基速聲跟Token 其實在快逛內戰都是優勢 對 只是主要是控制速 我其實還蠻好奇 可以打什麼 我也不知道 因為控制速其實現在很少見 我上次看到的是 阿羅阿大哥有一組類似的吧 對不對 啊 你說 Muzi嗎 對 Muzi Muzi那套是中速速 那套比較貼 對 那套是中速 我說類似的概念 是用 是用EFED那個去做開刀的感覺 因為其實像現在最主流的還是 偶數速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有西瓜速 其次就是西瓜速 那個分滾要交給436 546 546 546 他們不交悶滾嗎 我覺得這邊不太好 因為你與其解這個膠油 你為什麼不去悶西瓜 他算數費用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解這個膠油幹嘛 因為你可以解這個 你預期解這個膠油 你不如去悶西瓜嗎 對 對吧 為什麼不悶西瓜 因為你最後還是要過 是 你最後還是要過 對啊 我自己如果是我 我應該就四六狀開 然後之後西瓜再咬一次 而且你悶西瓜 傷害也比較低 最主要是傷害比較低 對吧 傷害也比較低啊 拿下來了吧 有PLE嗎 PLE 我剛剛看錯了 就是他為什麼不悶西瓜 我不太懂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想 因為剛剛最後那個場面 已經沒有好看 因為PLE 因為我自己看他表情是怪怪的啦 我在想說他是不是 錯了 打錯了 那也打錯太多了 因為已經悶棍按到屁股了 然後方向也選錯了 因為那個地方應該是毫無疑問 像剛剛提到的西瓜是有效果的 那再來是西瓜慘功高很多 高三點嘛 那這三點的確是 像剛剛那個情況 就會直接讓你疲勞死的東西 可能要加一些東西 對 雖然說我覺得是沒什麼差 因為他飛龍壓下來 對 你要這樣講是沒錯 因為你知道他手上有一張飛龍 對 可能不然就是他覺得說 沒差了 是這樣嗎 只是沒差我應該會投降 所以剛剛那邊我是比較疑問 是 只是這一把沒有抓下來就蠻可惜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他的帶牌會比較想要去偏反控 對 因為奇蹟賊一開始 奇蹟賊或基數賊 這個在G9一開始有提到 這是好打薩德的 這種比較控制的東西 尤其是他的德魯伊是偏小一點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 這一套德魯伊沒有過的話 其實 這個賊 又有點危險 可能要去過像是控制術 這一套牌 因為其實打到戰士 我自己覺得沒有非常好打 不會到說開很大 就像是傳統的奇蹟賊 其實打到現在的嘲諷戰 是 我自己也覺得沒有很好打 不會到說開很大 最主要就是 可能要看一下配置 你說不會開大一點點 但不會到開很大 因為其實你的賊打到嘲諷戰 你很容易被什麼 被挺住 甚至說 挺住是什麼意思 台語嗎 挺住 挺住 就是像是有很多嘲諷 你很難過 然後你可能你的傷害 要加在嘲諷上面 OKOK 你的生物要打在嘲諷上面 對 然後後面有DK 你的傷害很容易被吃掉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像我們剛剛一直有聊到的這個 術士 是 這個術士的概念是 控制術 可是 你有在天衣上有看過類似的牌組嗎 上個月底有 上個月月底有控制術 可是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要玩控制術 對就是 你有什麼理由是 捨棄掉 因為我們不說路嘛 我們這種比較中後期的牌組 你有什麼理由捨棄掉 西瓜跟藕樹樹 這個是我比較打一個問號的 而且其實你對到笑斗殺 勝率幾乎是0的 只是比賽就比賽又不一樣 畢竟我可以BAN掉笑斗殺 嗯嗯嗯 就現在應該這樣講 你BAN掉笑斗殺 可是你的0N就沒有特別好打 不像以前嘛 是 對 其實沒有特別好打的東西 不知道 我們這樣可以看一下 兩邊的牌組都是術士 好 那這裡雙方術士內戰 其實這樣打下來的話 通常就要看你前期啦 因為 傳統來講 偶數術士比較優勢的 因為 三費巨人嗎 對 三費巨人 巨人下的時間點比較快 嗯 然後再來是說前面有破罰者 能夠去 破罰掉你的老頭 是 對 甚至說你的939 老頭是哪位 622 我以為歧視老人 不好意思 就是你可以沉默掉這些東西 然後能夠去做比較進攻的手段 這就是 偶數術的本質啊 因為它不像其他的術士 它的空間被偶數壓縮 同時它可以塞了一些像你剛剛提到的 沉默或是拆武器這些 所謂的功能牌 就會有一些些微的差別出來 可是如果 當你打到中後段的時候 就是西瓜跟控制術的優勢 一定會比你比較強 對 因為你 後面復活的東西比較有質量 對 光DK下去 噴兩支939 你其實就過不來了 你其實要整組換光還行 場面整組換光 所以就是 這對偶數是一個現實對戰 OK 現實對戰 然後再來說雙方起手 有沒有末日 有末日差很多 非常多 它這個控制術還留到了 還放到兩張扭曲虛空 是 好大 我也喜歡大一點 哪個部位 我會說牌組 喔牌組你也喜歡大一點 牌組喜歡大一點 法律曲線的地方嗎 是 我比較喜歡玩控制類型的牌組 所以法律曲線都會大一點 那這裡應該 繼續抽吧 繼續抽 反正我們下一回合就是巨人 等一下看誰的投影 只是如果 是控制術的話 我應該就是直接往臉上走 西瓜術可能會稍微猶豫一下 因為西瓜術你可能怕被無眠 只是控制術好像毫無疑問就是往臉上走 除非你要防什麼 烏毒娃娃吧 最沒得想吧 跟著下去了 不可能不可能 你巨人 我也巨人 那等一下跟著打頭 你打頭我也打頭 好像不太好 好像不太好 他這裡選擇打蝸牛 其實蝸牛在內戰很強 很強 術式內戰 這種中後型的術式內戰很強 我覺得 最強的是 喔素素內戰 強到不行 真的最強 喔素素內戰那個蝸牛 強到不行 因為你幾乎是要交一張單 單一的東西 像是 最好的是這種破法者 可是你破法者交掉 你不能沉默什麼 177或者是飛龍 你光賺那個水晶叉就賺寶吧 然後你打一張什麼 法術式在蝸牛上面 也是賺包 對吧 因為你拿打一張地獄獵 也很虧 對吧 畢竟你試費嘛 只是如果是打的是 控制術或西瓜術就還好 因為可能控制術西瓜術有什麼 暗影劍啊 或者說有什麼121加褻瀆 對吧 最主要是偶素素很難去處理惡邪啦 因為偶素素在處理惡邪的同時 還有一個問題是 像我們剛剛提到 偶素素是中術的東西 他還會掉節奏 對 他拿一個什麼法術紙去解 那我的鋪場怎麼辦 因為我們是內戰嘛 對 他掉節奏會很慘 這邊很難去思考 不知道怎麼換比較好 這裡一樣是面臨掉節奏的問題 可是這裡其實還好 因為畢竟我下雨就綁62 因為畢竟控制術嘛 是 你還想彈喔 他還想抖亂你耶 我想說你這樣還可以彈喔 那這裡其實可以考慮六四六吧 我記得他好像是騎手流六四六的 他是騎手流的 然後我就 如果他騎手流我就會想跳六四六 騎手流他一定要跳 應該不是騎手流 因為如果騎手流的話 你不跳就稍顯可惜啦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對局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林恩其實也滿重要的 林恩滿重要的 就是你看到林恩一定要沉默啦 OK 就是不然你打到中後期的時候 你會被逼著說 一定要去跟他一起抽 就是應該說 歐叔叔變成說一定要去抽啦 不可能不抽了 因為如果有時候 你其實可以考慮說 我們一起打疲勞 就是我把場面解光 大家一起打疲勞 其實有機會 那如果當你沒有沉默掉林恩的話 那不太可能 這裡是不是被綁定在622 我這裡應該是打622啦 除非他考慮的點就是說 會被沉默 可是打別的東西都沒有效益 老實說 因為被沉默好像 會有點虧就是 因為最怕的就是沉默加盾 可是你這裡不打622 那你什麼時候 因為最主要你手上有兩張啦 如果你手上只有一張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說 我不要打張622 你這邊不打622 那你放622幹嘛 對不對 是這樣講的嗎 你剛剛不是都這樣講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要考慮到說 對方有沒有破法嘛 OK 因為你看你被破法掉 節奏整個爆了 直接爆掉 所以還是要稍微想一下啦 因為最主要就是你也沒有切 所以這也不打622 你後面可能沒什麼機會 你這沒有切 你只有那個生物切嘛 對啊 你只有一切的情況下 你要去做到 622的效果 觸發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自殺而已 喔 這裡是可以 鬼之 鬼之褻瀆嗎 欸 欸 不行不行 應該是不行 因為只有 2 4沒有6吧 少6 少一點 少一下 少一個6 少5跟6 2 4 2 4 對 只是這裡就有可能被殺了 就是 對對對 你撞掉 然後他只要進破法 你就爆開 所以這裡應該是撞掉 然後下兩張嘲諷 主要在於 我們一開始有提到的 偶數數的優勢 三肺的白巨人那一拳 太痛了 你跟不上 你根本是完全沒辦法跟上 除非像志祺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末日 末日上來壓回合數 好那我們這裡看 石兄拿到的是 939 335跟 日行者 其實我在想 好像可以拿日行者 因為如果你拿939的話 其實稍嫌慢了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日行者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然後之後再下一張嘲諷吧 因為你可以綁定下一個 直接丟一張日行者 然後丟末日 好 他選擇末日加甲蟲 這也行 嗯 只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機會頭爆開 因為只要破法掉 然後40撞掉 可是他應該很確認對手沒有破法 除非抽上來 因為他那個62 不一定吧 你覺得不一定嗎 因為他可以選擇 你叫出來之後我在沉默 OKOKOK 是一樣的嗎 好他選擇直接這樣撞 然後之後直接打地獄烈 然後解掉末日 好這也行 只是這樣打 為什麼不先抽牌 反過來抽了 那如果經破法怎麼辦 進破法其實會收頭耶 對啊 因為那個939 939 所以你939沉默掉 然後飛龍打掉 等於說你的巨人跟三二都可以打頭 對對對 所以是11滴啊 他沒有先抽 還是他沒放破法 有有我剛剛低頭看 就是看那兩張破法 OK 如果他牌組這14張打完了 裡面破法還沒有出來 等一下你懷疑他出來 我今天 我 你回去台北車前我輸 OKOK 但是要先把14張牌打完 好 好 不可能這個製作單位陰我吧 上面是印假的 不可能嗎 這裡來講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打7啦 嗯 只是如果你要考慮打那個311也可以 嗯 就是你直接打311然後 褻毒 對 然後就直接 再打一張交友 這也可以 這也可以 感覺323會是一個最好的想法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全解 多一張小嘲諷在場上 最主要是你不用吃這4點 對 這好處是這個啦 這4點我覺得差滿多的 我覺得這4點差滿多的 因為我 我有點想貪的點就是說 我會有點想要打 靈珠 呃 高火雷 多一點賺場嗎 對 應該說 我不太想要把 污毒交在這張 OKOKOK 上面 畢竟他也殘血了 你的確是啦 然後你等一下進Buffet 你又怕巫妖王 在這個Panther Sky這裡 其實有一個問題慢慢顯露出來 是他的手排量 慢慢的一直在減少 越來越少 他又要被逼著說 我要再打一張939 嗯 我勇敢吧 勇敢 如果下939 好 這邊在想什麼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 我覺得這邊沒得選 像你說的939 沒有啊 他在想說 我該勇敢下 還是等個10秒鐘再下 對 抖動下 不是我們有些人都是 習慣T1就開燒一下嗎 你是在追我們那個嗎 蛤 我不用再追 你們心結好重喔 我是說我們T1 就要開始想一下 往後的鋪場 智久你這樣不行 你跟好多人心結都好重 為什麼 對不對 沒有齁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反智久大聯盟 中立分部 台北分部 香港銅鑼灣分部 有三大分部 還是在想一下嗎 還是在想一下 是啦 反正時間是給你的 對啊 不然這個90秒幹嘛 對啊 不然這90秒幹嘛 不然不要射90秒 我們以後5秒快打 對吧 我第一次聽到你贊同他的想法 誰 那個 那個注重力的那個 賀先生 不然以後我們就學那個 那個 又要追誰了 沒有啦 我們學圍棋嘛 圍棋 圍棋 按那個時鐘 你說有定時間 對對對 定時間 這裡的話就比較難的 他到底有沒有放破法 我不知道他都沒抽到 他有兩個 他已經抽到剩11張 對對對 他有兩張破法 還有一張黑騎士 對 都沒上 因為正常來講啦 我們通常前15張 就會來第一張 對 直接跟你講 機率嘛 機率 好 這機率嘛 不然我剛好放兩張 我放一張就好啦 還有兩張破法沒抽到 然後黑騎士 對 這些東西都還蠻重要 都沒抽到 那這裡直接打一張 六費吧 這兩個939都沒破法到 好虧喔 嗯 所以我在想 打這張有比較好嗎 你說 你說666嗎 我在思考這個啦 666 你覺得不好的點在哪裡 你覺得66不好的點在哪裡 你不喜歡66的點在哪裡 我沒有不喜歡66 你不喜歡66嗎 我是說6 還蠻喜歡66的 你現在蠻喜歡66 對 那你喜歡他的點在哪裡 就蠻大的啊 你的體質蠻好的 對 體質蠻好的 對 體質蠻好的 只是重點就是 我在思考就是說 你這樣會燒自己一滴啦 對 重點是這個 對 因為我在想 因為我在想 為什麼不打665 他在考慮的點是說 我下回要變身 沒有我在想說 選手視角是想說 下回要變身的 所以考慮說 先丟惡魔 綁定打法 對對對 就是我下回要變身 所以我先丟惡魔 但的確像你講的 就是自傷這一點 自己傷自己這一點 其實有點虧啦 可是他如果是要綁定打惡魔 其實他這樣打得比較好一點 就是他期望說 你這樣66可能會被解掉 你幹嘛抖一下眉毛 沒有 我在想說 這樣66會被解掉嗎 好像有點難 其實有點難啦 只是這裡先變身還是有好處 畢竟你就可以過牆 有一個閃臉傷害 你多一個打臉可以換個東西 這裡 喔 破法者終於來了 欸 這裡可以先破法 他選擇先換 那他這裡要押末日嗎 喔 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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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是這樣打 一定押末日嗎 對 就是一定押末日 我要下回要空場 然後押DK 那下面其實很緊張 要開始抽了 我一定會開始抽 然後之後去找DK 因為他這樣打 100%又有DK 不然怎麼可能送我自己場面 沒錯 怎麼可能無故把自己的66殺掉 對 可是他這邊是沒辦法做任何應對 什麼意思 嗯 我說這個速是這個 控訴這個 你說我要解剖是嗎 就是他沒有辦法做任何應對 不是嗎 只是我也不會去解剖是嗎 對啊 你們也沒辦法解啊 所以一定是抽啊 一定是去找 對啊 我覺得 應該說 他也不一定說 一定會打DK 也有可能是打巫妖王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 DK的可能性應該比較高 對 就有人考慮最糟的狀況 應該是說 你場面竟然有隻62 你還要送掉 所以應該都是DK 那這裡打939 其實就是pass 對 其實就是pass 可是我覺得 那還不如先抽牌 因為多這三隻嘲諷其實沒太大的效益 沒太大的效益 就如果綁定對方下一回合都DK的話 還是說他其實打這張可以有機會換掉嗎 沒得換吧 就三個一攻打點而已 對啊 那我還不如說 我這回合沒抽到DK的話 或者是他想的不是DK 是想的是別的 好像也都沒常殺 對啊 因為最主要是這三張一攻的換不掉東西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裡 這裡其實可以稍微想一下 就是可能 不然他還是想要say 這邊是不是褻毒 沒有say那個啊 高佛雷 高佛雷 我在想還是他想say高佛雷 可是其實這邊say高佛雷 老實說啦 你還是打不回來 還是我覺得 還是像自有講的 你去抓DK是你能夠反打的方法 這應該就高佛雷吧 嗯 就 那你甲蟲要不要一起丟一丟 雞血 雞血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不丟 但不可以不丟吧 不丟的問題就是你甲蟲之後要怎麼死 對不對 最主要是怎麼死很尷尬 對啊 只是你手上有法術史就還好啦 OKOK 可是我 最主要是你甲蟲想要換怪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你甲蟲不希望送掉 可是最怕就是他開始吸頭 然後不下怪嘛 喔 這裡進來還不錯 再進一張444 我這裡應該是破法掉啦 就破法223嘛 然後吸頭 破法直接破 打這麼兇啊 破法補血吸頭 不然就直接吸爆吧 結果他想要吸掉這個甲蟲嗎 吸掉甲蟲 所以不拉 你覺得太消極了是不是 稍嫌可惜 稍嫌可惜 因為他想可能要打66吧 所以智久你的想法是說 對方兩張939我都沒有沉默到 那算了我就沉默其次的 因為這個 在這個也不到其次喔 因為這個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其實甲蟲還蠻重要的 因為多了三血蟲有點差別 就是 多了一個健身技 打兇啦 然後我們看到 這個叫什麼 我記得什麼 聖雁的什麼 西瓜刀真人版 西瓜刀真人版 其實這張牌我會只有在 像是剛剛Eason有提到 中速速 中速速 有些人會放 然後之後有些人會放的 什麼 補鼠人 三肺的 三肺會吞掉一張生物的 然後會有充斥效果 那這張是吞掉之後 夾餓夾餓 對 夾餓夾餓 他自己加二加二 但是他們那個中速速 放了這個 強嗎 老師我看到的不多 我玩中速速我覺得很爛 你覺得很爛 對很爛 那時候我一直在想 中速速到底要幹嘛 而且中速速還放西瓜 對中速速還放西瓜 我看到 然後 只有什麼 只有五五六可以那個 然後你還會拉什麼 你還會拉什麼烈焰小鬼 因為你有放武器 你會拉烈焰小鬼 因為你是中速的套牌 你要把節奏填滿 這些東西你一定要放 對 然後你還會拉藍胖 很尷尬 這很尷尬 就想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這裡選擇再多補五滴喔 血量拉起來囉 死血 那其實剛剛前幾回合至久 你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想要贏對方的這個 歐叔叔我必須要趕快變DK 因為我們天生技的差距太大了 那這裡我覺得他前面要吸怪 那這裡 蛤這裡是吸頭嗎 喔他要解怪 喔他要這樣解 OKOK 那你 我其實在想 我覺得打兩個四 對對打兩個四吸掉就好 打兩個四吸掉就好 因為你多了一個法術石 你身上還有一些解場能力嗎 他除非他防扭啦 他怕扭去虛空 防扭OK 因為你 防扭的確啦 你要這樣防扭也可以 因為你心裡現在可以叫殺 下午你就叫殺 對是叫殺 就只有防扭 可是這樣子 然後下午我可以再鋪兩張 應該好處是這個 的確防扭這個我可以接受啦 因為對方還沒打過嘛 對方還沒打過 還是可以接受 只是如果對方打扭 我覺得你也不會輸 因為他掉很多節奏啦 喔 剛好嘲諷 這個漂亮 然後有破法 是 其實這只是結果 因為我剛剛沈破那樣223 其實你也是死了 對對對 其實沒差別 其實沒差別 因為剛剛223也是補三甲嘛 他這邊如果自補 這些又要再打一下了 嗯嗯嗯 喔沒有這些 只是我覺得他這樣打比較好啦 就是勇敢 勇敢 勇敢 勇敢的選擇 我們曾經有個人說過 弱弱的選擇比數更可怕 講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應該納入台灣 台灣詞典 我覺得講得太好了 OK 那你覺得那個什麼 嗯 拼搏到無能為力 那句話呢 這句話也很好啊 也很好啊 我覺得都很好啊 是是是 我最近在為了學這些有用的詞語 我也常常看你的實況標題啊 也都很好 OK 那我們恭喜這個 偶數數嘛 對偶數數 那這個COPPER的偶數數拿下一舉 就是我看到這控制數到現在 我還是打一個問號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太確定他的獲勝手段是什麼 因為在這個環境真的比較少見控制數了 就像我剛剛提到以前控制數多 是因為他的0N可以達成很多的獲勝條件 但是 在現在這個環境 我覺得0N已經比較視為了 所以我還蠻好奇的 好 那麼我們 在這邊先進一段搞搞的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看看 好 歡迎回來收看 如十三機 HCT台中山 我是今天的主播Eason 在我身旁的人是 人稱東華 東華佐藤壽爺 AKA由頭怪的三下之久 你不是應該要說什麼 一直要把我畫插碗 沒有我在想說你剛剛說什麼 如實心結王之類的 如實心結王 是嗎 這個 因為以前也有人這樣講我 所以我也有點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這樣講人家 OKOK 不要把自己受過的傷 我以為你是消費王 不要把自己受過的傷 私駕在別人身上 OKOK 好 那麼我們回來看到剛剛的比賽 呃 帕斯蓋這邊還沒拿下一城嗎 對不對 他拿下一勝 拿下一勝 他的曹夢德 OKOKOK 曹夢德跟偶叔叔 對方的偶叔叔 對 對方偶叔叔 然後雙方一邊ban的勝起 然後另外一邊我沒記錯是薩馬 好像是 因為我有點忘記他是 是煞馬還是看獵人 那其實剩下兩套牌 我自己 是不是很 就是不是對控制術很熟啦 因為控制術這套牌 像現在能夠打的對局 大概就是 那種鋪場類型的快攻 像露術 或者是說 激術勝 那反而是打到那種 激術賊 沒有到非常好打 對對對 就是偏那種直上 前面解場力太弱 但是如果 那種直上啊 單體 怪物比較大一點的話 就不是很好打 好 那麼我們這邊 先來看一個 選手影片 我是來自中國的S guy 之前在廣州 也有拿過黃金賽冠軍 現在心情應該是蠻開心的 然後 就是 也完成了今年自己的一個小目標吧 最想挑戰的選手可能是小T吧 他應該是今年 如實中國的最高水平吧 然後我想挑戰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頂水平的差距到哪裡 然後 然後 信心的話 我就 不太會說 可是就是打好自己的就行了 好 至久我剛剛看到你聽到他剛剛講的幾句話 我看你的反應還蠻大的 沒有啦 因為最近 最近 中國 還蠻那個嗎 還蠻火的 那個S girl是不是 火火什麼 他什麼那個什麼 90 我是個90年代的 好 他說 小T 就像你剛剛講 小T是最近在中國表現的 蠻不錯的 就是最近是中國第一人 那你覺得台灣第一人是誰 台灣第一人 很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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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說 你這個講話跟你的頭一樣有 我快說不了了 很多個 你可能也是其中一個 我可能也是其中一個 對 大家都是其中一個 對 大家都是其中一個 爺爺嬸嬸 爸爸媽媽都是其中一個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看到接下來下一場比賽 只是我看還蠻多人想要對到小T的 對 只是 我們剛剛看一下 他稍嫌運氣不好一點 3比2就輸了 真的 真的他真的運氣不好 老實說真的運氣不好 因為他那個 像你剛剛說他的路不可能輸 沒有 他路沒有輸啊 沒有輸 對 他是盛起輸了 好 那這個對局其實DAC Cup這裡開蠻大的 我自己是不太清楚控制出到怎麼贏 因為這個獵人就是專打控制了 不是吧 就是獵人就是專打控制了 喔 其實玩青王耶 全部節奏打滿 話說這個獵人 我前陣子有稍微研究一下 就是淡淡獵的部分 是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戴青王的版本 為什麼 因為你戴青王其實你捨棄掉很多二費的結場 捨棄掉很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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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最近天梯比較多人在玩的 像是火沾絲的版本 或者是說有放屍咬的 那種其實比較好打一些 像是激素聖 小生物的快攻 對 然後其實你放了二費青王 你的效益沒有到非常高 對的確 因為你耶 大家也知道淡淡獵死身嘛 你就是要把彈敲破嘛 你這個東西其實你搭當青王 雖然你可以動 但你也其實就一攻而已 其實效益真的不大 然後再來是說擺營火這個版本 因為通常放什麼 像是火箭 或者是屍咬那種版本的話 其實不會放營火 對 那因為我後來發現 營火真的偏爛絲 我自己放下來的感想就是 營火在打到很多對局 你除非你是想要打什麼 搭印記 或是搭孝兒 你能夠去後面去搭一個印記 去做一個結場 不然其實營火在前期的鋪場 你換掉的生物其實偏少 對 我自己打下來的感想是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 在青王系列的套牌裡面 之所以一費都會有營火 主要是他想要停個節奏而已 想要把節奏打滿而已 他的效益其實沒那麼大 結果主要是想要看快 應該這樣講 對 那這裡他手牌還蠻順的 應該 應該 直接去跳3 等於說你看 我這青王 就像我回頭來講的 你這青王效率就不高 手牌順你是打不 你是其實不會去打 而且有時候 因為我記得 青王好像你還會變成綠色的 對 什麼322 哪一個綠青王 一不小心 怎麼青王是綠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石秋不用想了 預備 其實石秋可以想一下吧 為什麼 呃 因為這裡其實可以考慮押末日 押末日嗎 這裡應該會押末日 最主要是 你要考慮的點是說 你想把蛋打開 OKOKOK 對 因為你看到對方直接跳3 通常要嘛是什麼 它有雙蛋 對對對 要嘛就是 它有距離 要不然不會這麼急著跳3 對 不然不會急著跳3 然後我覺得這邊打末日 節奏會差 會有點走掉 可是重點是 通常這個蛋幾乎都是要開的 OKOKOK 幾乎都是要開 那他如果不選擇這裡不開這顆蛋 他選擇去打一張314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多騙到一張55 因為他可能考慮一點點就是說 我這裡在押末日 然後你可能解不掉 但也要對方解不掉 對 也要對方解不掉 就是我要貪這手的意思 因為他想說 我314你可能解不掉 對吧 因為我就不信你這裡不押末日 的確像智久講的 我覺得這樣看下來 好像上一回合打末日比較好 因為你拉到4坦來 你這邊非得打末日了 但是你這邊打末日 節奏又沒那麼好 可能節奏好一點 你就這邊節奏會好一點 因為可能你2加2 喔喔你說2加2的話 那我覺得這邊被解掉 就是如果你這邊還是要押末日 其實被解掉的幾率 就是會比較高一點 我覺得幾高 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這邊有生物可以動嗎 上一回沒有 差蠻多的 所以如果再不解 我覺得他偏勇敢 因為其實你再不解 也很容易被那顆蛋混血球 嗯 可是這裡好像剛好 要被彈到了 就如果對方沒有進一張什麼 蛋或者是說進一張一費的印記 對啊 就剛好被他彈到了 解不掉的狀況 那這裡就刀砍掉吧 那五五打頭 只是我這清網會丟了啦 因為清網後面 我覺得沒什麼 哇 十克可以丟了 是該丟了 因為剛剛前面你都二費 都捨棄用他了嘛 你都直接攀三費了 你都直接攀三費了 你主要到四費五費 這種中期的時間段 你的清網 本身二二的戰場 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那這裡應該直接 我比較傾向打 長寶彎啦 這張有點久沒有看到 我把節奏打滿 我記得上個版本 好像有一張四五四 四五四 也是有嘲諷的 什麼效果 沒有 就嘲諷 然後四五四 可是這張是五五四 五五四 我記得還多一費 還是他已經預測到 他想 對方有側翼嗎 我這樣子想得很深耶 可是這邊打 秋寧什麼時候 要打這個五四 沒有 我跟你說 他有可能預測到 他有側翼啊 我直接拆武器 你說直接拆啊 只是我正常應該是打長寶彎 直接拆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道理 你的這個長寶彎 沒有什麼時間打吧 因為你六費可能是接六二 或者是六三六 所以我自己會打長寶彎 我不會去防 刻意去防側翼 只是他真的刻意去防 應該不只是刻意去防 可能是想要抽這張牌 OKOKOK 對 結果他可能覺得抽牌效率比較大 那這裡應該側翼吧 側翼直接炸掉 只是這樣打下來 好像快被彈住了 要看那個三二二怎麼找 因為如果找譬如說 一張東優 是 一張東優可能就直接爆炸 我現在在想這個優光要不要 這個螢光要不要丟 這個螢光要不要丟 剛剛這個螢光 不能丟了嗎 我覺得 可以丟吧 插在褻毒 好像也沒什麼差 也沒什麼差 對 我覺得可以丟啦 那這裡應該三二二先找吧 還是他要先濾掉 我覺得我個人會比較傾向三二二先找 這種發現的東西我會先看 我不想要把我想要的東西濾掉 那這裡西瓜比較好 然後 我自己其實有點想打交友 我不太想要讓他摸到乖 因為他如果是摸到五五的話 有機會是直接打地獄獵獵 的確 不然就是鴨田神技 鴨田神技的話好處就是牆蟹 可是 鴨田神技就變成你要打兇了 不是嗎 可是你打兇其實在這個對局 你看到他出六二的話 我覺得打兇的意義就不大 對對對 而且你這個蛋蛋獵 其實我覺得兇的本錢 比起以前看到的獵人 相對少了一點 喔 東優 東優來了 但其實這邊選了東優 下回還不能先打 可是這一定先選東優 東優肯定是最好的 喔 那這裡 這裡應該是撞掉吧 撞掉下巨人 因為對方現在也沒有破罰者 基本上是過不來 拿到巨人有機會繼續踢頭 還是他有其他考量 其他考量就是雙褻毒 可是雙褻毒好虧喔 好 太虧了 不然就是法術時撞掉褻毒 這也可以 雙褻毒會變成說 你給的壓力太低了 嗯 我這裡比較傾向是打巨人 嗯 不然就是二二打頭吃掉巨人 那這樣也可以 OK 嗯 二二打頭吃掉巨人 就多一張三三在場上 我都能接受 這 反正都是要下巨人 對巨人是一定要下 不然你的壓力不夠 這個對局其實還蠻吃巨人的 就是前期如果 你有巨人 大部分都是會流的 嗯 喔 他真的是打法術實現 他到拳截了 他到拳截了 他到拳截 他不想讓自己的九三九被勾 只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啦 我覺得保這個九三九意義不大 我覺得比較大 因為如果你會想保九三九 通常你是西瓜術 對對對 因為西瓜術你 九三九保的話 你能夠做出西瓜 切西瓜 什麼東西的 但是你這不是控制術 你並沒有西瓜 你沒辦法利用場上的一隻九三九去做更多的應用 所以保九三九其實效益真沒那麼大 嗯 那這裡又要回頭再打巨人 只是這應該是先一二一啦 我覺得一二一先抽吧 你這個抽牌勢必得做 嗯 結果稍微可惜跟他法術師搭的有點早 你知道 等於說你這個抽法 除了褻毒搭的那個法術師 OK 而且通常你這種高質量生物你不解 你被西瓜咬 然後再被裝死之後 其實很容易爆掉 對對對 反而你讓他吞那種五五五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因為五五其實還在褻毒範圍內 對 而且五五的質量不到你真的解不掉 老實說 喔那他選的是打石秋嗎 石秋嗎 他不想打巨人嗎 因為像我志九剛有提到的 就是巨人其實在這個match來說 相對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對方的生物質量也不低 但是你的巨人肯定是最高的 因為我在確認他沒有破法者啊 所以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打得比較偏保守 嗯的確 那這裡應該東優了吧 其實另外的打法也可以啊 就是西瓜咬然後巨靈 野心 野心 就是看你要怎麼防 因為你如果是西瓜咬巨靈的話 好處就是說我可以打兩波 對 但我覺得東優還是最強勢 在八回合來說的話 可是就是你怕就是褻毒 或是高佛雷 所以如果你是防高佛雷或褻毒的話 其實先咬會比較好 然後再巨靈會比較好一點 的確是這樣打的 因為避免說你投資太多東西啦 因為假設你的這張中熊被解掉 然後你的那個東優裡面的生物也被解掉的話 其實你會直接爆掉 了解 畢竟這個對決你是優勢開嘛 看到現在你的場面你的血量也都是優勢開 其實可以穩穩打 那這裡的話622裡面還有一張嘛 還有一張939 所以這勢必得開的啦 那就是在考慮的是說 我要怎麼卸 因為這裡卸不太乾淨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你這種高質量很難卸 比起剛剛五五吞掉 你在裝死 其實 差別就出來了 這個中熊其實很麻煩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沒解中熊 連被滾雪全部滾到爆 就是場上好幾隻那一種 對 所以只有你是覺得說 這個蛋裡面的這個暴龍 其實就是我們不用理它也沒關係 場上的暴龍還好 場上的蛋我們要去解 對場上的蛋要去解 但暴龍可以不理它 對 因為它不是死亡之深 對 除非你是要防守五加一 可是其實我覺得素勢是有本錢 去談這個的 對 反而是說中熊這種東西很麻煩 血量太高 對 就像如果假設你是一個控制類型的牌組 譬如說薩滿好的 校斗上其實反而是那種暴龍還好 反而是這種中熊 中熊一定要解 主要是血量太高了 血量太高了 而且像是打天梯的話你還要防什麼 對調 對調 對因為中熊直接對調 十二攻 直接爆頭 那這邊應該怎麼換 感覺是很簡單的開了這個九三球 那這邊一樣我們不下東優嗎 這裡不下 因為上回合都不下 上回合都要省資源 對啊就是他這裡就是故意在跟你打資源戰 所以你根本沒有必要下中優 感覺是不是這兩隻也沒必要下 而且他主要是想要騙什麼 他想要騙一些劫產 OK 然後讓自己有機會就是裸一張東優 他這裡我覺得沒必要壓滿 因為壓滿之後你的中熊少一隻 就如果他 對對對 他這裡是開你的蛋那個西瓜 先開你的西瓜 你的中熊只會有一隻 所以我這首不是很喜歡 而且你多打這個雞蛋糕影響不到 對啊 你那麼愛打雞蛋糕 你前面剛剛T4那 T5那手怎麼不多打一個雞蛋糕 就是你就是評估了之後 發現其實效益沒那麼大 你才不打的 那其實這邊也沒有什麼必要打 你剛才那邊沒有任何副作用 這邊還卡地藏嗎 就像剛剛志友講 他有什麼特別想法 不知道 因為你多打一個二血的 是多房東 感覺只是會多重東西而已 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 像是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DSE Cup 他其實 也算是近期啦 這今年成績還滿不錯的 畢竟DSE戰隊嘛 豪門 也沒有 不是豪門 不是豪門 因為DSE有些還 那 什麼 SAB 是哪一級戰隊 什麼SAB S級戰隊 A級戰隊 B級戰隊 喔 你要討論這個是不是 不能講 我們不要討論這個 不要討論這個 我們其實有那個 你們知道今天有那個嗎 戰隊排名 官方的 對 積分排名 其實看那個就好了 那個不準 那個不準 對啊 我大HQ HQ Roger怎麼會沒在上面 對不對 這我不好說 那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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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是不準 因為今年 DSE Cup 他剛剛有談到嘛 他其實在 季肉賽有達到八強 對 差零門一角 不然就是可以晉級說 這次的夏季冠軍賽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這次選 雪梨戰也有打到八強 還是十六強 因為剛才我們在賽前 就有討論過 DSE的幾名成員 包含 Cup G Young 還有 名字比較難唸 他亞服 他現在亞太區 對 亞太區他現在是 積分最高的 其實 那其實還有其他人 其實DSE很大 很多人 很多人 今年的戰隊 很多人 我記得很多人 而且每個都不差 然後我們剛剛是講了一些 大家比較知道的人 像是G Young 雖然說他比賽 比較沒有什麼成績 可是他其實就是 天梯小霸主 小霸主 你看黃色小鴨 大家應該知道 點開全部是他的名字 對 我們俗稱他賊神 俗稱他賊神 每一套牌都是用賊 上錦衣的 是 只是私底下用什麼牌 我們不好說 你是不是在組人家 我朋友 我跟人家朋友 朋友 好 我有去看他台 他有來看我台 我們朋友 我相信你不用急著解釋 他選擇直接投降 說到這個 剛剛有幾首 我覺得有點小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直提到的就是 有些時候你應該下巨人 你沒有下巨人的情況下 感覺交換能力太差 你會一直在 因為控制速你本身就夠被動了 你又讓自己變得更被動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的手牌慢慢被打乾 因為對方生物質量好 包含他也有死身什麼的 然後你的手牌補不上來 那你的選擇也不多的情況下 必然會走上這樣的結果 就稍嫌可惜啦 那DSG Cup這裡 其實打得還蠻不錯的點 就是說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可以扣一些資源 這個很棒 就是他可以扣一些資源 然後選擇用西瓜去吞掉棕熊 就是在大概 那時候大概七八TEN的時候 連續幾回合 我能打東優 八九TEN 我能打東優我都不打 我都盡量去扣支援 因為像志友那時候有提到 就是我避免我的資源 因為畢竟你是控制速 我就是給你一個尊重 我避免我的資源被你一波一波刷掉 對 所以這個地方選擇是非常棒的 那我們後來看到他的確用棕熊陣 打出了一波他的優勢 只是我覺得稍微可惜一點就是 我們那個雞蛋糕為什麼不下 對那個地方是想不通 我是想不通 可能我們要等一下賽後去問他一下 因為剛剛志友也有提到就是說 你在四TEN開始 你一直扣著一個雞蛋糕 那直到後來 後來你有影響的時候 你就把雞蛋糕丟出來了 反而卡了自己的西瓜一個位置 對 這是 可能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是 其實我這種我覺得蠻好奇的 你就想說他在想什麼這樣 對 就會有點想問他 嗯 我認為他應該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想不透 因為畢竟他那兩回合都想了很久 八卵四回合跟八回合他都想了很久 畢竟他勢必有他自己的想法 好 那麼看到這個Cup剩下最會附騎騎賊 騎跑賊 騎跑賊 騎跑賊其實我們大部分都稱中速的賊 對 中速賊 Midder Range 那通常不是叫騎騎賊 嗯 有很多人都說 騎跑賊是騎賊 其實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性質完全不一樣 對啊 因為其實騎騎比較偏反控 對 然後這種是中速 中速 騎騎比較像形容一個系統的感覺 而且還有再來是說配置的關係 對 配置的關係 因為其實像是這種 騎跑類型的賊 就比較偏向說 我可以擺一些中速類型的生物 對對對 像是以前會擺什麼老司 對對對 或者是說可能三費會多擺一些怪 或者是說像是這個會放六費毛怪 嗯 你有更多空間去放一些生物來去加強你的鋪場 是 那騎騎賊就比較偏向是我要去做綠抽 對對對 他的目標很明顯 那相對 有人會覺得說 欸 你們的不一樣就是六費以上的選擇 就是騎跑跟加計生不一樣而已 有差那麼多嗎 老實說倒真的差很多 因為你在有一些場面上的交換的打法上 也是截然不同的 是 對 這點其實超滿多的 就像可能這種騎跑者要打比較兇一點 對對對 那騎騎賊可能相對就是 我可以打一波rush 我可以扣牌去做一波東西這樣 是 OK 那我們這裡DACCUP 其實留牌非常的有趣 我剛剛看到他騎手留了一張軍情跟準備 我 我準備我可以接受 嗯 但我不會扣軍情 因為這是控制型的 對 這算控制型喔 我覺得這算 我這不算到 基本上我打快攻才會留 因為軍情其實你要三費裸丟 那你幹嘛不去抓暴徒 對對對 那如果你說怕抓不到暴徒 我去抓軍情 那你為什麼不去抓諸行者 是 其實東西很多 這邊打算直接做一個飯格禮夫嗎 嗯 直接打算做一個飯格禮夫 最主要就是他很難解 嗯 他很難解 除非他有貓頭鷹 只是 就是他這方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Persky這裡 好像是沒有貓頭鷹的 對啊 他只有王牌嗎 我們一開始賽前就有提到 志久你也說這副牌很有趣嘛 因為我就有提到說 他是屬於奇數跟任務 兩個交叉的 兩個混合交叉 那麼我覺得我們也一致有討論過 就是說我們覺得這樣的組合 比較不適合的原因在於說 他會把互相的優勢都掩蓋掉 像你剛剛提到的任務戰的解牌 包含斬殺這類的 你就被掩蓋掉了 然後奇數戰的貓頭鷹也不見了 對 其實彼此把彼此的優點掩蓋掉了 因為其實像奇數戰 其實你這裡還有機會用貓頭鷹解掉 對 那你現在就解不掉了 所以這套牌就有點尷尬尷尬的 就是我好像什麼都想要打一點 我什麼好像又不能多打 比賽我是覺得比較不適合這樣的牌組 我覺得這樣的牌組 比較適合在天梯上 可是可能他有他的配置想法吧 可能他有配置想法 可能他有想打特定點的東西吧 好 那這裡8滴 直接打在頭上 這完全沒想法耶 這很疊不上來 這邊 我在想是不是3-3撞掉就好了 嗯 我這邊老實說我會3-3撞掉 雖然很麻煩 但我會3-3撞掉 下一回合打個5-3-6吧 我會這樣打 或者是說下一回合進一張網牌 我這邊才有機會打 網牌也是 因為如果你這裡再下一張3-1-4 你節奏會被打爆 對節奏會被打爆 而且你的場面其實 hold不住 hold不住 除非你想什麼 我下一回進逗歐 進逗歐也不是不行啦 這唯一我能夠想到的應該逗歐啦 最好是逗歐 其實逗歐王牌都還不錯啦 結果他如果考慮3-1-4的話 不然就是讓他虧節奏吧 讓他虧一個節奏說他會要拔刀 或者是說再打一張被刺 或者刀扇去撿一張3-1-4 另外一個打法其實 3-1-4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你還可以 可能可以拿一費嘲諷 OK 對不對 感覺填滿這邊 去做一個強烈的防禦應該是比較好 就是 可是這個 這個基礎嘲諷戰我真的覺得 比較可惜啊 因為其實像現在 大家如果有玩嘲諷戰 其實嘲諷戰打到賊是不留任務的 打竿嘛對不對 對打竿就好了 那其實像現在這套基礎嘲諷戰 我就不確定要不要留任務 因為你的解排夠不夠多 基礎 我覺得是要留任務 因為講到這個點我覺得很尷尬 因為像你說的任務戰跟 基礎嘲諷戰 我覺得這兩副牌都好打騎機賊 但是當這兩副牌混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好打 因為像是如果我們談到基礎嘲諷戰的話 你會有一張武器像是邪猴 對 或是說暴盾 其實加盾格可以去解 基礎嘲諷 解賊的 騎機賊大部分嗜血的聖物 基礎嘲諷戰還有一個combo是 旋風斬加上酒費暴龍 對酒費暴龍 他也可以直接解賊了一波 基本上賊最後被解那一波 他就真的沒東西了 可是當你任務跟基礎混在一起 成為這個基礎任務戰的時候 你很多東西都會被拔掉 所以你會被拔去做另一個方面的 像基礎的東西被拔去做任務 所以相對來說你的東西不會那麼齊全 那就很尷尬好了 這可能就要看選手怎麼考慮 因為他帶這套牌應該有他的用意 嗯 就是夠組上的曲折了吧 可能我回去會試試看這套牌 試試看這套牌 大概可以打什麼類型的牌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其實蠻有趣的 鬥歐有嗎 哇還是沒有 只是鬥歐好像很尷尬 鬥歐也尷尬 這邊最好的是格檔吧 呃這裡應該就翻一個 然後頓猛吧 翻一個 你說打得要試試啊 我覺得只能打得要試試 然後球王牌是不是 好尷尬 然後直接丟苦痛 主要這個急跑賊這邊 前面節奏打太滿 對啊 而且他打到現在其實 基本上沒掉什麼水晶 對沒掉水晶 都是打板狀態 二費直接八八嘛 三費三三嘛 四費 那你覺得這跟他騎手流軍器有關係嗎 因為有一回合他是真的靠軍器才打滿 你覺得沒關係嗎 呃 那 我覺得這結果論 結果論是 因為 不是啊 那你如果沒進那張范克里夫呢 對啊 對啊 就是 你怎麼不說我把軍器換掉 如果假設我那張軍器換掉 然後我進范克里夫 對吧 的確啊 的確像志九講的 起手 這個對局 我也認為起手流范克里夫的 流軍器的機率很低 因為像志九有提到的四四 然後 還有一些三三暴徒嗎 這些東西都是你可以去搶的 甚至是 我覺得這個對局 悶棍也不錯 因為對方是 一回合挺多打一隻的 你去搶到那個節奏其實是很棒的 喔他這裡一定要找盾格 一定盾格 一定只能找盾格 不然要找威靈 威靈也可以 這個好像勉強行 嗎 不行吧 欸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翻一下盾 然後盾猛 炸盾 對盾猛炸盾 喔還行喔 只是這樣優勢還沒有打回來 還需要再一下子 還需要再一下子 想什麼他還有別的想法嗎 因為這邊不可能留一隻生物 你當然可以盾猛加什麼 沖刺去解掉 但是問題是你血量太低了 這邊一定要清場嗎 還是他想要 想不到 他已經出現了一個思考的動作 他在算費用嗎 算費用嗎 欸 欸 他要直接打盾格 他要直接打盾猛 然後撞掉 為什麼不暴盾呢 他可能想說這四攻不痛吧 然後再來是考慮點說 如果假設我拉到更多蜘蛛的話 我再去做暴盾 他考慮七倍急砲 對 我覺得這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的確相對於他這樣的話 我剛剛的想法可能暴盾 就有點顯得太龜縮了 最主要應該是說三 小小 他的表情已經快受不了了 心態不能崩 心態不能崩 不能崩 說實在如果是我 我也受不了 我們班長說過 心態不能崩 心態不能崩 打牌最忌諱就是這個 不能說好可惜 因為他 掉了一張盾猛 在前面那邊扛啊扛 然後 繳了一個盾猛解掉之後 馬上就來了 沒有我在思考 他其實最後悔的 不是這樣王牌 是怎麼會帶這套牌 怎麼會帶這套牌 這樣牌的確有點太雜了 有點太雜了 這個部分要怎麼去做集 好尷尬 因為這邊 你少了大範 王牌是沒有用的吧 有啊 他冒險者 冒險者 對冒險者 如果你讓冒險者長到那麼大 其實也是男人可貴 人家冒險者可能還會 誰66 對還會誰66 對還會誰66 可以C一下的 其實他剛剛前面那一首打333撞掉 然後他打盾猛其實打得還蠻不錯的 對對對 最主要是 喔他要這樣嗎 最主要是這張333解不太掉 要什麼4.45 4.45 呃 這樣解我覺得有點虧 他可能一方面也怕死吧 那這裡就44加432吧 這裡等下拉出蜘蛛的機率高到不行 只是真的很怕就是直接一波拉出來 我倒覺得在Pentersky這裡 他比較更怕的是他下一回合就要死 他血量太低了 喔 喔 這個哈利遜 這裡好像得爆盾 先爆 先爆 然後轉盾 然後丟苦痛 可是我在想他的爆盾不想 其實真的很不想爆這個樣子 他應該是想爆很多蜘蛛 因為剛剛前面那幾手的解牌來說的話 可是這裡好像飛爆不可能 因為你得爆你的哈利遜嘛 呃 不然就是刀砍掉 壓盾 再丟一張哈利遜 我覺得這樣應該也能夠接受啦 決定先留爆盾嗎 富鬼險中球 富鬼險中球先抽一張 看一下這一張是什麼 膠油 膠油 好像不太行 有沒有他這邊只能 只能 只能繼續這樣打 嗯 然後我自己比較欠向壓盾 你欠向壓盾啊 你欠向壓盾啊 呃 因為你丟膠油 他對面有兩個花還沒到 兩個門櫃也還沒到 沒有 因為你壓盾不是4滴嗎 你丟膠油不是擋5滴嗎 對 可是你丟膠油有機會不是擋5滴啊 喔 OK 的確 我的邏輯是這樣 我太確定是 是不是對的 對 對方悶棍跟死人花都還沒打 所以你有機會 這個嘲諷是沒辦法去擋到任何東西 只是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對的啦 除非他考量的點是說 我之後要去 急著解完任務 OK 只是 可惜一點就是 他的王牌晚一點近 那我們這裡恭喜DACCUP 他成功拿下這一把 我 嗯 怎麼說 我覺得他的 呃 Pan Sky的 怎麼樣 我們好奇的應該還是他的代牌 就是他想針對的點是哪 因為其實有點雜亂 因為其實中國選手他們的Meta有些會比較特別啦 嗯 就是他們會自己帶一些蠻有趣的牌 像這次的這套嘲諷的 我也算是蠻久沒看到 因為其實以往的嘲諷的不會 你說 近期的啦 對Pan Sky他的嘲諷的其實擺得特小 特小 對以前通常已經沒有那麼小的嘲諷的 對因為他放一張這個煥龍者嘛對不對 育龍者 育龍者 那正常來說你再放一張愛困龍 大家都覺得說你偏小 因為現在最大已經放到 兩張育龍者 各兩張了 對 而且其實我有一陣子打下來 我會覺得說 你不放兩張育龍者不行 因為你的向心大師 對 有機會是變領作用 對 所以你一定會放兩張育龍者 嗯 然後像是他這樣子 而且有時候譬如說 打內戰的時候 你的膠油也是零作用 對 可是現在他如果考慮說 我要去針對快攻的話 我才放雙膠油 但我覺得針對快攻 放雙膠油還是多了 我覺得一張超多 我覺得兩張真的多了 對 因為現在其實 曹鳳哲內戰就很少了 應該這樣講好 因為他會級放一張嘛 是 如果是我 我會放一膠油雙會級 對 合理吧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對 好那我們這邊就恭喜 DACCup 拿下這一場比賽 那麼我這邊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進來比賽 馬上回來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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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進來 詞曲這些 坐到穿穿穿穿 啊 四話打很多 往外講很久 這樣不對喔 吳達 幾天換回來的中華電信啊 沒辦法 中華電信大司機 四話又會多 啊 又是行動最大王 那你踏出去了 大部分都會旺耶 算算了 也沒辦法過 中華電信大司機 智慧實在 前面滿足你的行動需求 吳達 這夠我的帳單 賣得比較多 中華電信 真的比較實在 帥 永遠走在最前面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大司機 台中前比較漂亮 就說了 我們福德蘭王國 我們台中今 紋身人最漂亮的 全世界都知道 這次還會更漂亮 這次發佈 我們要再一次 每天都說也很認真 但是這次為了發佈 還要更用心 還要更認真 漂亮是必須讓 全世界人看 必須要自己看 要扮得請 讓人看得這樣 哇 心情也好啊 歡迎大家來道路線 歡迎大家來賞花 歡迎大家來看 最漂亮的花 就是 當你和Dr.Cove Ginormous mechanical pneumatic gorilla robot arms 초 Pros smashing everything Giants of -what'd he say Yeah When you and Dr.Cove Command your skills to my team at Boom Laboratories We're exploding with opportunity Dr.Boon is not responsible for severed, exploded or lost body parts Revealing the location of semi-secret lab as punishable by death Apply now 不好意思我們請問一下 我的校長怎麼坐到青蛤蛤 啊 四話打很多 往外講很久 這樣不對喔 無導 幾期換回來的中華電信 沒辦法 中華電信大司機四話優惠多 又是行動最大王 你踩出去 大部分都會旺耶 算算的 也沒辦法過 中華電信大司機 智慧實在 前面滿足你的行動需求 無導 再夠我的帳單 賣得這麼多 中華電信真的比較實在 帥 永遠走在最前面 中華電信 鮮吃釭剎 J мира 對 飢養 等我 So come work with me and we'll create all kinds of new inventions and bombs mostly Science You can go into success with no regrets When you work with Dr. Bob Oh yeah Technology You can work with the best and the prize When you work with Dr. Bob Ginormous Mechanical Pneumatic Gorilla Robot Arms For Smashing Everything Giant of... What'd he say? Yeah When you work with Dr. Bob Command your skills to my team at Boom Laboratories We're exploding with opportunity Dr. Boone is now responsible for severed exploded or lost body parts Revealing location of semi-secret lab is punishable by death Apply now And I hereby is now Go on the ground Start on the ground Net on the grou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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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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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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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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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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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音乐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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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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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